云之雨大结局中,宫门和无风的终极大战爆发,原以为是宫门被无风虐得体无完肤,没想到一切都是公子与云为山的局中局。 今天,就来巴一巴这场高能不断的大战。 这场局中局,从云为山和岳长老见面,被公子雨发现,就已经开始。 云为山受伤后躲进雪宫,公子雨进入雪宫,和云为山商量了一场局中局,想要把无风主力引诱进宫门,来一网打尽。 为此,公子雨和云为山里应外合,制造出自己无脑偏帮云为山的假象。 公子雨让乌姬夫人,揭破云为山背后有暗器刺伤的痕迹,暴露她是无风细作的身份。 就是为了让公上脚审云为山,进而从云为山那得知,上官浅也是无风细作。 当晚,公子雨乔庄来到地牢,跟公上脚敞开心扉,互相道歉,互相认可,和公上脚商量好,演绎出大戏。 然后,公上脚和公原职也开始在上官浅面前演戏,故意让她查到,公上脚每隔半月会有两个时辰内力全失。 有一次,公上脚拜托上官浅做一件事,接着意味深长地说,有些事情,只有她做得到。 实际上,公上脚的意思是,只有上官浅,会把公门的秘密传给无风。 云为山身份暴露后,公子雨联合后山众人,炸得牢就他,还打伤了前来阻拦的公上脚,以及云为山离开,都是演给上官浅看的。 让上官浅和无风以为,公门内乱,前山后山不合,即将分崩离析,让无风在公门准备好的日子,攻入公门。 但无风就这么好骗吗? 云为山离开公门后,很快遇到了无风,无风的人让他一起参与大战,还毫不顾忌地在他面前讲大战的战略。 实际上,无风讲的也是假计划,为了让云为山把这些假计划传回公门。 云为山确实这样做了,好在,公子雨做了更充足的准备。 公子雨在前山布置了很多花公子和公子商研制的武器山摧,还把无量流火图纸,从花公移到了雪公的寒池底。 他还让雪仲子他们抛弃雪公,去月公和金凡月公子回合,让无风以为雪公是空污,从而保护无量流火。 实际进宫宫门时,重新给公子雨选婚的新娘礼,除了云为山,和其他的无风痴妹外,还有南方之王司徒红,也就是紫衣。 紫衣的血里有蛊毒,让公子雨中了蛊,正当云为山和公子雨不敌时,韩鸭四出现护住了他们。 后来,韩鸭四和紫衣同归于尽,其他三王的进宫路线,都和之前透露给云为山的不一样。 东方之王悲絮是江湖第一刺客,至今毫无败忌。 他对花公,要盗取无量流火图纸,杀了花长老。 后来,花公子点燃炸药,和悲絮同归于尽。 北方之王韩一克,十年前杀了公上角的母亲和弟弟,现在要杀公上角。 公上角和公园只联手,灭了韩一克。 西王之王莫其哀对岳公,拦住了雪仲子和雪公子。 雪公子牺牲,后来雪仲子灭了莫其哀。 上官浅和韩鸭七对上了金凡与岳公子,金凡受重伤,被出云众莲所救。 韩鸭七死了,临死前,上官浅回来送了他一程。 这场大战,双方都死伤惨重,无风损失了主力,元气大伤。 而宫门后山的花公后继无人,其他两宫也折损不少。 但看这一段时,不断反转,之前的疑问不断得到解答,还是挺爽的。 怪不得有弹幕在刷,22级全程高呢。